杨子 杨子是有实力的 所以他出演的香蜜沉沉浸如霜 无论是口碑还是收视率都不错 他也有很大的烦恼和压力 有段时间网络上充斥着杨子整容的大量消息 不管是真的假的 大家都发现杨子的下巴变尖了 脸上的肉没有以前那么显得肉嘟嘟 圆圆的了 消息对照的有鼻子 有眼睛的 让人真的以为就是了 不过在这些风波骤起的时候 并没有得到杨子方面的任何正式回答 所以一切只能是捕风捉影 而大家之所以愿意相信这个 是因为某期综艺节目上 杨子接受采访时透露的一段 自己觉得很有压力的话 你这个长相 你不够漂亮 还是不要当演员 有很多漂亮的小姑娘 相信是谁处于这样的议论中 都很难说是心情平静 何况当时的杨子还是个小姑娘呢 大概网友也会猜到这些话是宋丹丹老师跟杨子聊的时候的话 具体是开玩笑 还是真的很严肃的说得不得而知 但无疑这对当时杨子还是形成了无形的压力 对于这样的条件 在女演员来说 从五官上就是天然的烈士 所以 那个时候 杨子也很苦恼 并且好多次公开说 自己也不满意自己的长相 而现如今 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杨子是美丽的 而且也显得很自信 活泼开朗 再有 这么多年的岁月 没有那个人能说是 十年了一点没变 所以 至于究竟整眉整容 外界依然不得而知 但对于女人 离三十越来越近了 心情很复杂 有了一种为人父母嫁女儿的感觉 不管怎样 都要祝福她 能够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好